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905億 基本上今天再度呈現一個 呈現一個亮縮的一個態勢 主要盤面上都還是只有靠一張股票 在拉加台積電 大力光是往下去做一個 比較陸式的表態 鴻海穩住 可是聯電也下來 所以今天的全值類股 在電子全值類股的漲跌 基本上還是靠什麼 還是只有靠台積電一個人獨挑大樑 這個部分來說 盤面上我認為 航行路況還是往下 還是往下 只不過6月份的行情 是值得期待的 跟投資朋友這樣一個說明報告 看那支系統 國具被動元件的 其實都不夠強 起立心 之前請投資朋友就先避開了 華興科這些都請你避開了 華興科的環球禁 這些我都有請你做一個避開 典雅 只要你避開了 你都不會受到重傷 245 全新也是一樣 你只要有避開你都不會受到重傷 4月12號 你只要我避開你都不會受到重傷 當天我就跟您報告了 不是接下來才跟您事後諸葛 好 那重點來是現階段我對於行情路況的看法 是怎麼看的 剛剛已經跟投資朋友報告 行情路況依然是往下的 即便我看對 我從4月12號15號這一個位置 我不會跟您報告在這邊 我不會跟您報告說1萬1000點我看 我看對 因為這一段是多上去的 就以這邊當作分水嶺好了 1085 805下來 以4500點 很多個股就從那一天 以前4月12號是相對見到高點 12號15號是相對見到高點的 你只要有人避開6月份的行情 你才有機會掌握那個波段的行情 這個很重要 那我們來看一下大盤我怎麼看 之前我跟投資朋友報告 這一段上去啊 這一段上去的操長 基本上是沒有人可以避開的 為什麼 當時中美貿易戰爭 大家不管是國際機構 國內的法人 岩調機構 或是國外的一些新聞 都跟您報告一件事情 貿易戰已經接近尾聲了 不會再有貿易戰 所以股市會惺惺向榮 整個東西影響干擾因素 全部會消掉 當時的國際的投資氣氛跟新聞 投資朋友記得 是沒有任何利空的消息 根本就沒有利空 全部一片都是利多 包含什麼 包含台北股市也是一樣 當時的台北股市 我跟您報告 這一段超乎上去是什麼 因為郭台銘想要參選 國民黨初選 爭取總統選舉的一個提名權 所以當時連國內 這個所謂政治買盤 這個推升力量 也順勢的帶上去 可是當時我跟您報告一件事情 順勢帶上去 我說最終還是要回到它的基本面 這一段前一段都是外資的積極佈局的 如果投資朋友在看籌碼 這一段是外資積極佈局的 後來全部都賣出了 我說最後回到基本面 下來是回到它應該要有的 基本面的位置 這種超乎 基本面的買盤叫不理性的交易 不理性交易最終還是要回到理性的交易 我常說過一句話 極端的東西最終還是要回到合理 極端的東西最終還是要回到合理 好 我們繼續解大盤 所以當時是不是有告訴你 國際的中美貿易戰爭一律解除 國內也有政治買盤 大家覺得高點不會是高點 甚至會往一萬兩千點做靠攏 這種分析言論比比皆是 重點當時我跟您報告一件事情 我說市場上在營造一種氣氛 這種氣氛是什麼 好像你今天不買明天會後悔 你非買不可 所以當時我跟您報告 4月12號 15號 57 你要做一個動作出勤股票 或大幅減碼股票 聽到的多做的人少 所以這段避開的人更少 我們看今天的新聞出來就知道了 今天的4月份 公告4月份 散戶證券劃播的餘額 是在4月份創下新高到1.88兆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我當時跟你說過的 我提醒你的 你沒有聽進去 這一段的政治買盤 營造的國際沒有利空 國內有正式買盤的行情 我請你要賣股票 什麼時候大幅減碼 這一天5月10號跟5月13號才大幅減碼 就很可惜啊 之前我在10月12號 15號 10月12號 跟你呼籲的 請你要出勤股票或大幅減碼股票 真的會做動作的人 真的很少 反而大家都活在同溫層裡面 好 那是過去的事情 可是股票一定要過去 一定要記得過去的教訓之外 我們要了解 既然你的風險沒有避開 那你的機會要不要掌握住 如果你是這個融資餘的其中一部分 大多數人的其中一部分 你沒有避開風險 那個拐點你沒有避開 那機會點你有沒有能力可以掌握 這個就是重點了 這是重點了 我認為6月份會有一個 比較明確的一個走勢 投資本我特別留意 我給你報告了 當我告訴你 航行路況往上的時候 那就是機會點出現了 那就是機會點出現了 可是航行路況往上之前 你必須要跟對 交易的節奏 要提前做一個布局 要提前做一個布局 不然如果你永遠都是 追高 然後殺低 追高 殺低 這個叫做股市的無間地獄 你是多空會被雙八 八到什麼 八到你自己就懷疑人生了 我是沒有懂嗎 今天如果你前面沒有避開 如果你前面沒有跟我們的會員一起 在9月26號我們避開 掌握11月份 11月份 12月份的航行 如果你沒有做到這一點 你也沒有跟我們會員一樣 在1月3號 1月4號 1月7號 報股簽點在2月26號 先調節 第二段是買點再進去 第三段買點請投資朋友不要參與 如果你都沒有避開拐點 如果你都沒有避開拐點 你也沒有掌握上一次的機會點 投資朋友 這一次的機會點我請你務必要掌握 我請你務必要掌握 每一段的拐點 機會點 我應該抓的都還不錯 個股不會做錯方向 所以呢就是賺多跟賺少的分別而已 我不能跟你報告我一定賺最多 可是至少我不會帶我會員做錯方向 我不會在什麼時候做錯方向 我不會在這邊請大家積極加碼 農資搶啊 買啊 買股票啊 我不會在這邊請大家積極加碼 買啊 買股票啊 用農資買放大信用啊 我不會 至少我不會帶我的會員 做錯個股方向 再到9400點 我也不會帶我的會員 停損 賣出 防守 放空 我們這段是做多的 我也不會做錯方向 破9400點 1月3號 1月7號 1月3號 1月4號 1月7號 我也不會到我的會員 做 個股做錯方向 停損 然後出廠 反鎖 放空 然後一路被咬千點 沒有 這些都有證據 甚至在12月20號 我們是出清股票 下來 等低階 必須還是要跟投資片有報告 證據 如果沒有證據 沒有辦法跟你說 來 7月25號 9月20 8月30號 9月26號 三個票的拐點 400點 500點 1200點 到10月19號 反彈將結束 也提醒了480點 12月20號 請你航行路況往下出清股票 避開跌破9400點 跌破之後 在1月3號 1月4號 1月7號 我告訴我的會員 告訴你 個股你跌了 所以你要偏多佈局 掌握千點的行情 到2月26號 行情路況往下 這一段時間 講得很簡單 看 回頭看 很簡單 可是當時你遇到什麼狀況 跌這麼深的 難道會有個千點行情嗎 不會有人這樣認為的 不會有人這樣認為的 這段時間遇到了什麼 矽晶圓利空 記憶體的利空 台積電法術會的利空 聯電的利空 以及過年長假 大家不確定因素 以及過年後 大家覺得會到這個警線的位置 請你要保守因應 所以這一段行情 我敢跟大家保證 在這一段行情裡面 參與的人數少之又少 會重壓的人數少之又少 大多數人是賺不到 賺到什麼時候 會到什麼時候才會賺 到這個時候才會賺 這個時候才會經常 那時候已經回頭看已經簽點行情 我反而在1月2月26號 告訴你行情路況先往下 再避開400點再上去 3月11號 到4月12號15號 我告訴你行情路況往下 這是過去 沒有人會面對過去 我一直在面對過去 為什麼 因為你只有面對過去的 過去 你才有可能複製 你過去成功的例子 或者是你過去做的不好 你才有可能面對過去的自己 讓自己變得更美好 所以沒關係 我們先進廣告 廣告之後 我會把我認為好的產業 給你報告 以及什麼 以及剛剛講的那些拐點 跟機會點的證據 拿給你看 謝謝大家 地震了 怎麼辦 1 爬上 2 掩護 3 穩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罪 請上台灣抗陣網 聽達同步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忘不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低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聽達同步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忘不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低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聽達同步 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忘不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低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028773-8859 Babby 妳要乖乖喔 今天陪媽媽一起去打瀏感疫苗 你知道吗 为了让你能够健健康康的长大 妈妈什么都愿意 等你长大 妈妈也会定期带你来打疫苗 妈妈老了 你会不会陪我来打疫苗呢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台股直播室 我是高维旭 这么多的拐点 你之前如果都有避开 当然你就是跟我们的会员一样 会成为股市上面的赢家 最终从直接成为股市上交易的霸主 可是如果 你这段时间没有避开 我讲在前面了 你这段时间没有避开 很抱歉 麻烦你下一次机会 也要掌握住啊 投资朋友 没有避开已经是事实了 重点是掌握的机会 你要不要把握 这就是你的选择了 这就是你的选择了 我相信看融资渝的大多数人 是没有避开的啦 那没有关系 你看大多数人跟赏户座 是不一样的 赢家跟赏户座是不一样的 你来看融资渝就好了 我请你要买进股票的时候 大多数人会 会听信一件事情 请你卖股票 因为还会往下看到 8500点 甚至7500点的 言论 你听得进去 所以全部砍在最低点 一路上去 根本没有人会请你重压股票的 应该只有我请你重压股票 但大多数人 是不是一直在减吗 融资一直在减 跟大盘子逆似的 我说过了嘛 什么时候买进来 这个警线大家也是保守 最后哪里追高 这里 这一段才慢慢就追高上去 这一段还好 真正大幅增加在这一段 这一段航行 你马上又被修理了 所以已经促失签点航行了 2月26号已经掌握 签点航行了 你是在2月26号之后 才追价做股票的是不是 同事朋友想一想 你是不是在今年2月26号 才进场买股票的 之后就不好操作了 因为第二段航行 我告诉你 第三段航行 我请你不要参与了 大多数人活在同温层 请你买股票 你拼命卖股票 因为活在同温层里面 我给你报告的航行路况 以操作方式认同的非常少 请你卖股票的时候在这里 拼命要买股票 但是没关系 都已经过去了 你要看的是未来 即便你的财富有点损失 都不是重点 只要你懂得掌握未来的机会 你一样有机会 在股票市场上里面 看到与别人不一样的风景 如果 你可以掌握签点航行的机会 你要不要掌握 你要不要掌握 你要掌握 两个管道 第一个 透过手机扫QR Code 加入老师的Lite 你可以知道航行路况 第二个 打电话进来 跟我们现在注意注意联络 看一下怎么上车 有人带你上车 你会比较轻手 那怎么上车 你除了知道航行路况 你还有个股的上车的机会 下一次的机会 你要不要掌握 我权责权 真的在于你 我把证据拿出来给你报告一下 7月25号 刘易强中直变 后来发生 土耳其金融风暴 当时 一堆人 那种利空的消息 要提醒你 说土耳其金融风暴 会蔓延 干嘛 我隔一天 花了这个时间 花了半个小时 跟你解释 我们的曝险 曝险的部位 其实很低 直接投资土耳其的国家的 金融的商品更少 所以 那只是当天就反应而已 没人听得进去 可是 后来我就跟你报告了 再听不到土耳其金融风暴 确实也是如此 有兴趣投资朋友 去看一下当天 我给你解盘的节目 8月30号提醒你 将拉回 9月26号 10月份股灾 已经提前告诉你 短线建高点了 行情路况将做回档休息 这里 这里 谢谢 9月26号 当时的位置在哪里 我会有人提前告诉你的 应该就只有我 而且提出证据的 10月19号 再提醒你反弹将结束 行情路况能来是往下的 包含12月20号 请你清空股票 行情路况往下 这些时间点 同事朋友都记得 1月3号 行情路况往下 操作面可以进场 偏多布局操作 1月3号掌握机会 1月4号我们也要掌握机会 偏多布局 1月7号我们也要掌握机会 1月3号进场布局的波段持股 震荡短期必然现象 震荡幅度越高 从马越渐干净 未来不能涨势跟速度超乎预期 结果连大盘都超乎预期 都是没有 不管是个股 连大盘都超乎预期 所以你做出方向 你会比较辛苦 我说报国签点行情 我们掌握大波段 我看到机会了 看到风险拐点 请你华力的转身 看到机会 并请你勇敢进场 你才中得到大钱 1月3号 1月30号 抱歉1月30号 报国过年新年快乐 我要敢说 报国过年新年快乐 跟我会员报告 代表 我就带会员报国过年的 前点行情 岂是你随时 随便人可以掌握的 没有好的交易心理素质 核心的交易 核心的想法 谁要带会员报国过年 投资朋友去看一看当时 大多数人叫你是什么 卖股票不要报国过年 前点行情早就一晃钱就错失了 所以大家才在2月多 才会买股票 大家才会在2月多才会买股票 3月多才会买股票 对不对 我们知道3月多才会买股票 前点行情根本就无关了 也连避开都避不了了 前点行情根也掌握不到 掌握到什么时候 2月26号行情路况往下 3月10号告诉投资朋友已经逆 往下幅度不会太大 个股在偏多操作 第二段买点出现 3月13号直接跟会言说 行情路况往上 3月25号第三段买点 请你不要参与了 行情路况往上 到4月15号 4月12号盘中 我会告诉你 请你出新股票 或大幅解码股票 10月15号告诉你 行情路况往下 包含在light上面 我都发这个 在4月22号晚上7点的时候 我说行情运营在这首歌里面 就这首歌是什么 大家都猜错 因为这首歌叫做什么主题曲 会心壮地球主题曲 这些是过去的 没有人敢面对过去的 没有人敢面对过去的 大多数人必须输 不是我讲的 是市场上的 这市场上没有办法 不变的罚者 现在重点来自于是什么 投资朋友 切记 这边你没有出场 你手中还有股票 你不知道怎么做交易 这是最麻烦的事情 这是最麻烦的事情 你必须要是处你的部位 下来的签点行情 不是啊对不起 下来的反弹之后的行情 如果可以遇到这种签点行情 投资朋友会知道我的抗盘 绝对不会跟你讲支撑压力 所以我们就顺势而为 大盘涨哪里到哪里停掉 我们就把它卖掉股票 所以我不会预设是不是有签点行情 可是我已经尽量到推远跟趋势同行了 如果下一次有这个机会 投资朋友你还不要掌握 这种签点行情 在这边啊 这种签点行情 超过签点的行情 你要不要掌握住 你掌握住了 你的交易制度就跟要不一样 重点是你要不要跨出那一步 很重要啊投资朋友 接下来买什么股票 我跟你说政府政策做多的 当然你一定要重视 你一定要正视政府政策做多的 什么人员政策 居住正义还有什么 来看一下 你看5月13号的新闻 政府说要协助AI做发展 你看我投资朋友报告 这个新闻很少人在跟你讲 可是我跟你报告 AI这个族群啊 你也要留意了 你也要留意了 下来之后6月份的行情 我觉得非常有机会 你可以反败为胜 如果你是我的会员 你不是反败为胜 你是可以再多转一点 但是如果你不是我的会员 你想要反败为胜 下一段的签点 下一段的行情 请你要务必掌握住 你要务必掌握住 不要再提醒那种 你喜欢听的言论 通常你只要听到 你喜欢听的言论 你都要小心一点 为什么 因为那个不是真正为你好的 那不是真正为你好的 我再次强调 你要找到一个人 可以面对过去 并且提出证据 对错都跟你做分析 第二个部分 没有什么 不管大盘怎么样 只有个股表现的行情 没有这回事 你必须懂得 大盘的路况方向 你个股操作 才会比较顺利 所以看懂行情路况 第一个是要点 谁可以让你知道 行情路况的 而且多空 没有模拟两可的 方向只有一致的 一贯性的 我相信你只有高维序 我一个人 而且提前预告 并且重点是提出证据 找到那个 看懂行情路况方向的人 他才会告诉你 什么时候该进场 什么时候该退场 华力的转生 无所畏惧 重压的时候 也无所畏惧 因为我们不是活在 大多数人里面的分析 我们分析是为了做交易 我们是少数人 你想要未来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取决于在于你 透过QR Code 你可以知道 我行情路况的方向 但是如果你想要参与 六月份的行情 随时都有可能有变化 你想要参与六月份的行情 就不是只有少QR Code而已 是你必须要 勇敢跨出那一步 你离成功朝会一步 拿起电话来 询问如何加入车队 这样我才能真正的 很直接的帮助到你 不然我无法 直接的帮助到你 这是你的损失 同样的也是我的损失 我是高维序 祝大家要操作顺利 玻璃满满 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局部资料仅够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共同财经台 为投资人打造全新的 台股直播室 超强民事阵容 直播现场 急问急答 台中其实为您解答 4月起 明天早上9点开始 正清锁定运通财经台 台股直播室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读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读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读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 028773-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8773-8859 我知道 人生总是有所谓的万一 你是我的心肝宝贝